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看标题就知道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C系列的单品测评 那今天早上说到包裹之后 我就马上把它打开 然后试了一遍 我还是真的是超惊喜的 因为这次我只买了五件单品 现在追求少而精嘛 然后这五件真的是每一件都很实用 而且非常的时髦好看 因为我去年还有今年年初 都有买过C系列的单品 像比较标志性的白者裙 西服套装 风衣 真的是每一件现在拿出来都超喜欢的 所以我今年买的单品都是比较有亮点的 OK那让我们从第一件单品开始说起吧 第一件要分享的就是军绿色的工装半裙 那这件呢是他lookbook刚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眼瞄上的 我特别喜欢他这种工装风的感觉 我今年就特别喜欢穿工装半裙 既可以穿出来比较休闲 而且呢又很时髦 工装风今年也是比较流行的 那这条裙子我买的尺码是Axtro Small 我觉得像腰围2526的穿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一件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前面有一个腰带可以继承一个蝴蝶结放在前面 或者就是很自然的垂下来很休闲很随意 那他出的这几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 因为我已经有一条黑色的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军绿色的 他面料非常的厚实就是属于很硬挺的那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跟你们说这条半裙超好搭配的既可以搭配比较休闲的像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常穿的薄卫衣 我看他lookbook搭配的是浅绿色的衬衣 我觉得搭配这个军绿色也是蛮好看的 那我选择的是同色系的格纹衬衣 就是我上期视频我推荐过的颜色比较深比较秋冬的搭配这条半裙也超好看 外套呢可以选择小皮衣 或者可以选择像这季出的羽绒服小马甲 那这么穿的话呢是属于功能性比较强 像天气比较冷的话 你就可以外面穿一个冲锋衣 然后里面配一个小马甲 这样的话呢既有层次感 而且又非常的保暖 也不会胳膊这边觉得很臃肿 这条工装半裙是我这次买到的最喜欢 而且呢是完全没有雷点的一个单品 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少说了一点 这条裙子非常优秀的就是它开刹这里是有一个扣子的 就是说它是把这个裙摆固定住的 就不会说因为大风一吹走光或者掀起来就完全不会 所以真的设计细节满分 第二件满分的单品就是短款的羽绒小马甲 这件衣服呢我就真的是超级爱的 尤其是它的长度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就这个马甲穿起来太短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长款的马甲或者是正常长度的马甲 真的是哪里都能买到 像这种短款的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你看它穿上之后的长度就在我腰附近 就是显得腿超长的 第二个我非常喜欢的点是它的面料 它是哑光材质的 就摸起来是有一点粗糙的 你知道它的好处是什么吗 就比如说冬天像你背包的时候 像光滑材质的马甲或者是小外套 我每次背包的时候这个包绝对会滑下去 像这个哑光材质的面就真的是包背带就卡在这里好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超喜欢的 像C系列的这件相比于基础款的 我强烈推荐这件 像这种小马甲我真的轻易不敢买 我觉得穿上之后看着特别的老气不时髦 但是这件单品是完全改变了我对这种羽绒小马甲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它也能穿的很好看 不仅保暖还能看起来特别的时髦 所以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强很实用 而且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一个单品 下面两件都是非常适合秋天的连衣裙 先说这条我特别喜欢的吧 它是非常有复古感的喀色连衣裙 我特别喜欢它格纹的设计 而且它整个配色配的就是非常有美感 而且它这个棕色看起来真的就像是秋天的第一杯热巧克力那样的秋意浓浓 它的面料特别的垂坠 虽然说带一点点透明感 但也是比较厚实的 它里面是带喀色内衬的 就不会说穿上之后很透 就是不是那么高级 那这条穿上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有气质 而且它袖子的设计我非常的喜欢 特别的适合圆身子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穿上之后吧 腰那块有一点不够修身 就比较期待的是它掐腰掐的特别好很合身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这么穿的话也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比较喜欢把它当做一个内搭来穿 就外面可以配西装小外套 或者可以配开衫或者是毛衣背心 都很好看 这是属于秋冬很必备的一个连衣裙 尤其是这种长袖的 我真的是很少能买到特别好看的长袖连衣裙 第四件是裸色的针织连衣裙 它是一个小高领的设计 这边掐腰做的非常的好 也属于不是很合身的掐腰 但是能让你看到腰线的那种 那这条本来我是没有抱太大希望 觉得大概率会踩雷 但是我说到之后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喜欢 它的高领做了一个卷边的设计 所以穿上之后不会特别的高 是属于很随性松松的在脖子这边 所以也不会显得我们脖子特别短 显得脸特别大的那种 还有它的袖子 它整个的版型都是属于没有那么包身 因为它出的另一款针织连衣裙 还有它的针织半裙 都是做的非常合身的设计 像比较贴身的设计 就很容易暴露我们身材的缺点 因为我真的是太有经验了 我真的是买过好多条这种类型的连衣裙 无一例外都会采的 魂胯这边就是显得肉肉的就没有那么的瘦 当然了如果你是那种完全没有坠肉的身材 就完美身材的话 穿上之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像这种深一点的裸色真的超级无敌的好搭 像搭我刚刚说的均绿色就很好看了 或者是棕色的几皮 像今年几皮这种材质也是非常流行的嘛 可以搭配几皮小外套 就是配这种裸色连衣裙 就是也是非常时髦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条连衣裙呢 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一个好看 完全没有采雷很惊喜 最后一件要说的就是秋冬必备的高龄小那一搭 也是heat tech这个每年我都会买的单品 上面写着的是比普通款暖和1.5倍 而且它里面是有羊绒材质的 我今天打开之后就发现哇 他摸起来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柔软 用毛茸茸的一个感觉 这个白色的我买的是这个最浅的颜色 有一点透就比如说我里面穿内衣的话 它是会透出来颜色的 只能当做内搭来穿 比如说穿在我们的衬衣里面 或者穿在我们的卫衣 毛衣开衫里面当做一个保暖层 但是它真的很舒服 大家下次再买这种保暖内衣的时候呢 尽量都要买一些带羊毛或者羊绒材质混仿的 因为它如果是纯天丝的话 会有一点点闷 所以这件我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 25美金 我觉得是属于保暖内衣里面 又好穿又平价拿挂的了 OK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分享的5件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单品 如果这次你也买到了C系列的单品 又拿款你非常喜欢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哪些单品好穿 OK那让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